議員小燈先生 謝謝 今天有關體武機制 對於政府各式各樣 偷換概念的方法 我作為市民是絕對不同意的 因為你連這個想法 一開始都已經是錯了 在6月17號大律師公會發表聲明 表示政府就今次這個體武建議 是違反《基本法》68條的 另外已有同實名大案外者 亦都希望政府可以撐回這個建議 第二 這個建議同時也是隔斷了香港市民的權利 政府經常說不拘公投 投票率只有17% 表示了很多市民都是支持公投的 但我想問一下 今次這個政府提出的建議 你們有沒有問過我們香港700個市民呢? 以政府這個邏輯去分析 即是表示全國700萬市民 都是不支持政府這個延遲方案的 林副長 你連這兩個這麼基本的學術都交不清楚 所以我都支持你 都支持不了 作為臣子 你公然企圖違反基本法 視為不足 作為香港市民的負責官 你剝奪我們權利的視為不 回歸15年 政府不斷倒行逆施 就是利用投票機器通過所有學法 令市民生活於誰所得 不過不要緊 我相信我們香港市民很聰明 你們所作所壞我們有眼見 今年七一 我相信會有更多市民去上街 但對這個不中不義的社會表示不滿 所以我希望林局長可以盡快撤回這個建議 令市民可以拭除議論 多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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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多謝